自5月初以來,中印邊境對峙,雙方軍事力量不斷集結。 6月6日,雙方軍隊高層舉行談判。 6月7日,印方發布聲明,近年是中印建交70週年,雙方同意和平解決。 邊境軍事對峙。 印度6月6日公布,這次與會由印度陸軍第十四軍團司令、 新克領軍與中方南疆軍區司令員劉林少將出席會談。 會晤地點位於中印邊境地區拉達卡的莫爾多。 詭異的是,截至北京時間6月8日中午, 中共官方仍未就這次談判發布聲明, 中國媒體對這次會談也集體感升。 印媒爆談判內幕,中方要求被拒。 今日印度6月6日報道稱,在長達3小時的會談中, 印度尋求恢復2020年4月底的現狀, 並要求中方減少在加勒曼河谷附近的兵力調動。 軍隊必須被撤回原來的位置。 中方要求印度停止公路建設, 但印度稱,建設是在實控線內進行的。 因此中方無理由反對收路, 中印可能繼續舉行更多不同級別的會議, 以結束僵局。 印度《教徒報》6月7日報道, 中印雙方談判原定於當日早點開始, 但被推遲了大約在上五十點半才開始, 持續了幾個小時。 印度《時報》6月7日報道會談是積極的, 最終可能導致恢復拉達克東部的現狀。 印度《時報》6月5日披露印方提出的四個條件。 第一,印度希望兩國軍隊都從班公錯湖左岸, 基亞莫溫泉和加勒曼河谷地區的四五個對峙地點撤走部隊, 並將後方鎮派的部隊, 火炮和裝甲車通過分階段可核查的方式撤走。 第二,中方不應該干預, 阻礙印度在自己領土上的收路造橋活動。 印方消息人士表示, 我們將繼續按照計劃的實控線我們這邊建設基礎設施。 第三,雙方必須指示其部隊, 在巡邏時約相遇, 要保持克制並追守規定的協議。 消息人士說, 5月5日至6日, 中共軍隊用釘滿釘子的棍牌和石頭襲擊了印度士兵。 這樣的高度暴力行為是不可能接受的。 第四,印方認為中方還必須收復兩方之間的信任。 5月初,中共將5,000多名軍隊從其覆地的第一次演習, 調遣到拉達卡東部的實控線。 這個令印度軍隊操守不及。 印度獲美國力挺,對中共態度越來越強硬。 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2日, 邀請印度總理莫迪參加G7峰會。 美國務卿馮佩奧5月29日, 在智囊美國企業研究所演講時表示, 中共把軍隊調往印度邊界的入侵行為。 跟中共掩蓋疫情導致全球擴散。 入侵南海及在香港問題上的做法如出一切, 都是粗暴的極權政權的侵略行為。 他說,這些都是威權政權所採取的行動。 外交加雜誌分析, 眾人過去60年來在邊境問題上多次衝突, 但即使在過去冷戰下, 雙方也維持巧妙的和平。 發覺,印度這次的態度顯得比過往強硬。 除了對邊界議題外, 印度更積極從軍事, 外交和貿易上對中共施壓, 包括印度對南海議題, 態度出現變化, 以及推出新規加強對中資進行審查。 外交加雜誌分析認為, 印度正準備重新定義自己和中共的關係, 以及在亞太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。 在亞太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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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詐 gave大家一點點egree下,